一顆顆香甜蘋果 大家咬下一口爽脆口感隨之而來 接著便是一口接一口的吃起來 台北市政府和台中市和平區公所 共同舉辦離山蜜蘋果行銷活動 台上貴賓吃的香甜 並邀請民眾一同來品嘗國產的蘋果滋味 蜜蘋果的季節大概是從10月中旬開始 就一直在陸續採收 而且到了11月12月的時候 山上的天氣突然開始變冷了 那蘋果它自己為了預寒儲存它的果肉 儲存它的果糖 那果糖在果肉中形成半透明的狀況 那就是成為蘋果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的蜜蘋果就由始而來 那我們的蜜蘋果的品種 就是來自日本的一個品種叫做惠 在所有蘋果當中只有這個品種 它比較能產生有這個結蜜的一個現象 而且口感是我們可以相當接受的 那果肉當中它的果氣芬芳 然後脆度香甜 那在脆度當中微微帶一點點的 清香的酸味 所以吃起來是相當的不錯的 蜜蘋果只有在台中市和平區的 鯉山這個地方才會有產蜜蘋果 我記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鯉山的蜜蘋果 曾經風光一時在我們的台灣 那個時候是還沒有開放進口蘋果的時候 那去年是第一次在這裡辦行銷記者會 那個時候我們就品嘗到了那個進口蘋果 沒有辦法披抵的這個天然的美味 它的甜分夠水分又夠 口感又脆又爽脆這樣子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吳區長 這幾年把這個蜜蘋果呢 帶出來台中市 帶出來台中市讓台灣省各個地方的人 都能夠知道鯉山的蜜蘋果 也不斷的在拓展這個行銷的通路 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那我也希望說 這次記者會結束以後呢 它有兩批的兩個T次的販賣的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禮拜六日 在我們的花博農民市集 也就是在我們的原住民經濟特區 這個地方呢 就開始展授這個蜜蘋果 那第二批就是剛剛主持人講的 十二月十號跟十一號是在北投市集 那我是希望台北市的所有的市民 能夠多多的到我們這個點 來購買我們的鯉山的蜜蘋果 來支持我們原鄉的在地的農特產品 很高興我們和平又再度來到台北 去年我們在這邊辦了第一次的蜜蘋果的分享 還有在台北的銷售成績非常的亮眼 當然這個量很有限 因為全台灣能夠生產蘋果的地方 只有我們這個和平區 那剛好是我服務的選區啦 那如果各位啊 有機會我還是建議你到現場去摘蘋果拿來吃 那個是最棒的 而且是最新鮮的 而且你才知道 從樹上摘蘋果的滋味是什麼樣子 然後臉皮咬下去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那如果不能到離山的話沒關係 我們今天把蜜蘋果帶到台北來了 只是說這個產量 量絕對沒有那麼足 因此呢要買就要快 要搶就要快 因為這是限量 而且是限定季節 現在才有 全台灣能夠生產蘋果 而且能夠揭秘的 就是只有我們和平區 我們大理山地區 那當然蘋果的種類非常的多啦 那以這個水果的種類來看的話 和平區的水果非常的多 水梨也好 水蜜桃也好 茶葉也好 但是這一些台灣的其他地區可能也會有 但是唯獨獨一無二 只有在和平區有的 就是蜜蘋果 其他區你都找不到 所以歡迎各位來台中 歡迎各位來和平區 除了吃蘋果 也可以到其他地方 看一看玩一玩 我覺得這是高山旅遊 非常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這裡吃不到買不到 隨便打電話到我們和平區公所 和平農會 他會提供資訊 你們要吃多大的 多甜的 都有 但是量不多 因為 李獨市長講 不要講太多 怕不夠賣 真的 今年 天候不太好 所以真的量有限 不夠的明年先登記 明年再來 我本人自己也有產 但是我沒有蜜蘋果 我有青蘋果 是日本最好的水蜜桃蘋果叫Toki 還有目前最貴的叫明月蘋果 我們都有 只是不會解密 沒有像今天這麼好吃的 甜甜蜜蜜 我希望大家 台北到離山很近 繞一下雪碎就到了 好像對岸講的 繞一座山就到了 我們自己開車 這裡到離山地區 只有三個半小時 你可以到武林農場 福州山農場 還有部落巡禮 我們隨時歡迎 我們台北 你們的溫暖 我們點滴在心頭 歡迎大家來 離山暢遊 離山蜜蘋果 周末會在原山花博市集 和北投梅亭市集 展授 同時也提供線上粉絲專頁 購買宅配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